穿着红色上衣的乌妈妈 玩起袖子接种莫德纳 但还没休息够15分钟 突然头晕陷入昏迷 陪同的女儿吓死了 但现场的医护人员 却是这样处理 现在想睡觉你带她回去 先带她回去休息 她说她跑非常晕 非常晕非常晕 妈妈的脸色越看越不对 但现场医护却要求女儿 带妈妈回家睡觉 乌妈妈打完疫苗后 血压瞬间飙到208 还陷入昏迷 结果被人一路从施打站 用轮椅推了200多公尺 到医院急救 也让女儿怒哄 真的太扯了 现场就打完针 就头晕了 我妈都已经飙起 要飙到200多 推她在马路上跑 跑去急诊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 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虽然送医的距离不远 但顶着太阳 用轮椅推过大马路 如果妈妈发生意外 谁要负责 而疫苗施打站 没有救护车 预防万一 这真的合理吗 考量到 及时性跟急迫性 所以就在场站之内 然后以轮椅的方式 推送五分钟之内到达 卫生局回应 市打站离医院 约200公尺 离消防队 大约100公尺 所以处理的方式 就是抢时间 用轮椅 推去医院就医 而这样的回应 恐怕还是 是让乌妈妈的家人难以接受 我们没有美景 没有音乐 可以有救护车吗